作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看孩子愉快地打篮球 他是彭明辉 宇宵平 现在全家人能够在假日享受美好的亲子时光 却是过往难以想象的事情 我是为了养家赚比较多的钱 所以才去大陆上班 当然上班的话 因为我们家当时小孩很小 然后又把妻子都接到大陆来住 其实在一个人生的地不熟的地方 生活是蛮有压力的 然后回到家就感觉有点释放 这个压力就慢慢地释放到小孩啊 妻子的身上 彭明辉谈着在大陆工作的压力 人难忘怀自己火爆的脾气 带给太太和孩子的惧怕 因为从小受到灵异现象的搅扰 让他习惯用脏话来驱赶 久而久之也造成行为的偏差 就在婚后和家人经济都陷入谷底 有人的关心让他接触到福音 将原本要分崩离析的家庭 能够有转变的机会 如今彭明辉与萧萍努力经营着餐厅 呵护这一份得来福益的幸福 朋友们你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曾经有过 那种所谓鬼压床这样的经验 三更半夜睡到一半 突然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了 然后身体动弹不得 会觉得很恐怖 那医学上也有解释 说可能太累了 或者是压力太大了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一个来宾 他是真的有一些鬼压床的经验 然后他真的也看到了一些 别人看不到或感受到一些这种 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 那甚至对他的人生来说呢 都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扰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生命经验 他的生命故事 欢迎彭明辉 明辉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 所以你大概是多大的年纪 开始觉得晚上睡觉 会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是跟国小四年级 这么小 对 然后跟几个朋友去山上玩 经过一些公庙 然后去我们就随便办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发生了第一次的鬼压床 然后记得那一天 在睡觉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是租了房子 房子是属于那种很狭长型的 当天晚上全身都不能动 然后好像全身被电到这个样子 然后眼睛就眯眯张开 就发现我旁边有个人在看我 这时候就发现 他是浮在空中的 然后仔细看没有脸 那时候我才国小四年级 然后我就跟他大眼瞪小眼 就撑着看着他 然后就盯着他 他也盯着我 早上的时候 我就跟我的妈妈去反映这个事情 他们大人的反应就是说 不要乱讲话 没有这回事情 在发生类似的事情是 比如说哥哥或姐姐或你有一个 可以讨论的对象 有一次鬼压床 那次是 也是看到又听到 然后我就跟我的哥哥求救 结果我哥哥进来还跟我说了 说 他也被压 我们四岁上下部 然后我们是同时被压 但是你能讲话 我也没有办法说话 全身就很僵硬 但是头脑是很清楚的 动都动不了 所以你说你问哥哥等于是早上起来才问他 早上起来才问 我就说你怎么不救我 他说他也是 这个是常常发生 偶尔发生 偶尔发生 对 那会不会变得久了之后 你就会有种习惯了的感觉 或者是你会有一个应对的方法 我当时被压的时候 因为是国中 然后家里 家里也是有拜拜 就会从家里去翻一些农民历 还有一些经文 过来去背 去背这个 想办法要去对抗这些东西 有一次被压床的时候 我就开始背 结果就隐约听到有声音跟我讲说 你念这个没效 对 然后眼睛一睁开 它是靠我脸这么近这么近 然后我给吓到 真的 但全身还是僵硬 感觉呼吸很困难 这时候就开始想用自己的方法 就开始骂我们传统的国骂 骂脏话 他竟然离开了 所以就用这个方法 来自己来对抗 对抗这些东西 骂脏话 其实你们家还蛮特有 因为妈妈 妈妈其实是 拜拜也拜得很厉害 对 拜得非常厉害 所以有时候 妈妈叫我们跟着拜 我们就会拜 然后越拜的话 这个状况偶尔会缓解 但偶尔会来 这个状况是一直持续的 并不是有跟 有根除这样子 所以你后来就用你知道的方法 就骂脏话的方法去处理 对我就骂脏话来处理 这个效果还是有 但会不会就变成养成一个习惯了 就是你虽然刚开始是为了要缓解这个状况 骂脏话 骂骂变成就好像就习惯骂 平常生活也会不自觉就开始 对 后来说脏话就变成习惯了 然后慢慢久了生就开始会有一些暴力倾向 就是说脏话 对同学不是很有礼貌 对父母亲也是 对父母亲也会 对 像我比较调皮 在国中的时候 不爱读书 然后这个状况妈妈也没办法来管教我 妈妈来 当然她会来想管教我的时候 会动手打我 对 但我就会开始来跟他们来反抗 有一次妈妈打我的时候 我就抓了她的双手 结果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我第一次发现 妈妈打我 打不动 因为小时候 我们这个年纪小时候调皮 妈妈都会打 有时候妈妈一举手的时候 我们就有下一次反应要三夺 对 或是遮起来这样子 对 那一次妈妈动手打我 我双手把她抓住 我好像有一种成就感 我好像赢了她 然后也从此之后 妈妈从那一次开始不动手打我了 可是你自己会开始有一些自觉 或是感觉自己不大拉队吗 例如说对父母亲 也会有比较反抗的动作 你有开始意识到说 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没有问题 当时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很正常 当然我自己也想去解决这种 鬼压床的问题 就会从去家里翻那个农民历 今天农民历有一页是写 脊梁到脊梁是什么样的命 你的命盘从什么时候出生 然后我就开始算我的 然后我就去问我妈妈说 我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结果一算 我的命盘是三两二 三两二是不好的 就是很轻 你的命盘是很轻 当时我还小 就会想说 难怪我这么轻 会被鬼压床 然后有时候就抱怨 妈妈你怎么不晚几个小时出生我 我就会到四两多了 所以当时是很相信这种东西 所以鬼压床的状况 我就会觉得说 这个好像是我命中注定 要发生的事情 所以会比较自卑吗 或是自怜自哀 其实外表上不会 其实我内心里面会 内心里面会 因为有鬼压床的状况之下 读书没办法专心 因为别人晚上是在读书 我是在看金刚经 大杯奏 因为你会怕 我会怕 对 我会怕 所以晚上要去看这个东西 所以书但能读得不是很好 红明辉的母亲曾因债务问题 透过走公拜庙而解决 让她对灵界的能力深信不疑 并且在家中开设公庙贴补家用 只是长期让孩子看着她求神问谱 不知不觉也影响到孩子 真实遇到有一个人 就是这样子跟我说她被鬼 我其实是吓一跳 尤其她特别在讲说 她那个描述她那个过程 我就觉得 哇 那个每天晚上一定是非常痛苦 没有办法好好睡 然后很压抑 所以睡眠如果不好 一定 我觉得脾气应该也不好 因为现在的人 其实失眠的状况很严重 我自己以前还没信主的时候 也是常常失眠 我觉得她的脾气暴躁 跟那个睡不好 应该有很大的关联 好像骂三字经可以让那些 就是可以让灵界的一些缴绕可以离开 但是好像变成说 效果不到 然后又造成她 好像这个 讲三字经的这些文化 好像变成她内在的一个性格 然后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以至于她的脾气 越来越的越暴躁 然后又因为是正处于在青春期的一个阶段 所以她也是以这样子来对待她的一个同彩 因为在国小四年级 第一次有这样子鬼压床的灵异经验之后 就没想到常年都受到这样的困扰 妈妈家里头虽然是人家常来问事 可是就没有办法解决孩子的问题 其实长期下来你对妈妈的眼光 会不会也有一点不一样 是 我从小其实是很崇拜她的 她是我们家中的顶梁柱 然后家中的经济收入几乎也是她在处理 所以妈妈是家中最棒的 但是慢慢发生这些事情之后 我就开始对这种权威性我会打折 原来也会有妈妈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那爸爸呢 爸爸在家里头办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你刚刚说家里头的经济支柱其实是妈妈 是 爸爸是开计程车的 然后他本身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静的人 然后他也是为了假计早起 我们早上上课的时候他在睡觉 然后我们下课的时候他还没回家 甚至就是我们就是在平时的互动几乎就很少 关系比较疏离 然后问他事情的时候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 这件事去问你妈妈 那爸爸妈妈之间的互动呢 在我有记忆来他们就关系不是太好 大多都是为了钱的事情在那争吵 爸妈之间这样的相处互动 你觉得对你来说你看在眼底 你信头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 这个两个人的关系对我们儿女来讲 潜移默化当中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的 等于说在我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 我可能只有母爱多一点 父爱少一点 爸爸是比较缺席的角色 对属于这种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缺席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 妈妈也把自己的重心会放在孩子身上 对啊 那你自己在学校的状况有怎么样呢 那我刚刚有说到就是 妈妈她管教我的时候都是用打的 后来她就干脆不打了 她有次带我到那个理法厅去剪头发 她就说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路就是你到理法厅去做学徒 第二条路是到庙里面去当八家将 你那时候多大 国中三年级 我一般就是要考高中的阶段 对 那我就想一想 剪头发好像很丢人 其实当时是小孩子嘛 小孩子的心态 然后八家将不好 我就跟妈妈讲 前面两个我都不要 我要考试 你要考试 对 虽然你读书不行 但你还是要考试 对 其实我在国一国二的时候 功课还是算前面的 有一次国二下学期的时候 要做国三的分班的考试 前一天我刚好感冒了 我就没去上课 然后第二天来上课的时候 老师就把一张考诊丢下来 说赶快写一写 我就问隔壁的同学说 写这张要干什么 他就说 没事 你就随便写 我就好 我就拿过来写我的名字 写123 3 2 1 123 4 5 6 7 真的乱写 然后我就交给老师 大概写这张没有花三分钟 因为我没看题目 结果我就被学校分到 最差最差的班级去 当时我也请 跟妈妈有反映这个问题 说我不想到这个班级去 然后妈妈也陪我到教务处去 反映这个问题 结果也 没办法 没办法 所以我就被能力分班到 这种能力的班级 当时想要读书你也读不了 全班可能就是全校最奇葩的人 待在同一个班级 我记得有一次我八点多 我迟到我去上课 进去打开班级 只有两三只小猫在哪儿 还有老师 我想说我同学在哪里 连上学都不上的这种 对 然后第一堂课 结束之后不行 我说 我就爬墙 翘课 到隔壁的那个电动玩具间 门一开 同学都在里面 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上长大的 所以怎么可能读好书 不一定 你就想说这样子我随便读都可以考班上第一 但是联考就没有办法 所以真的就是也分到了一个没有 完全没有读书环境的 没有读书气氛的那个班 对 所以某种程度也就被影响了 也都真的就算了 就没在读 对 但问题是妈妈问你的时候 她说你要不然你就来做理发店 要不然你去做八家将 可是你还是选择那我要考连考 我要读书 对 要读书 为什么 你会选一个 你自己其实没什么兴趣的 因为当时还小嘛 不知道 觉得看大家好像就是联考 国中毕业之后就一定要考试 对 也不知道考试之后 读了高中之后要干什么 不知道 看大家都是这样走 那我也只有这样走 感觉我的人生被一种莫名的力量这样推着走 就走一步算一步的那种感觉 就是没有计划没有目标 我就三两二命运不就这样吗 慢慢进到有点自我放弃的感觉 嗯 还有一点带一点自卑 就觉得说我这么倒霉 好像是很正常的 哦 对 我就不是这种命嘛 然后就去算哥哥姐姐 他们功课会稍微好一点 嗯 他们算起来都四两多五两多 哎呀 很正常 哦 就更加了让自己的这个 这个说法可以更合理化 对 我的逻辑就对了 是对的 去是管资讯部跟行政部 是 那有一次司机在工作上开车把人家给撞了 嗯 然后在开主管会议上 总经理就对我有所指责 当时的我就直接跳到桌子上 我就骂他 跳到桌子上骂总经理啊 进到比较大的软铁公司上班 然后就学到这个企业资源管理规划这个技能 然后自己本身对电脑组装 伺服器都比较有兴趣 年轻时的彭明辉对电脑有兴趣 让原本学室内设计的他 在二专改读电脑资讯 靠着为人组装 维修硬体赚取生活费用 而他的独立早熟 大大减轻父母沉重的负担 他一个人就是开了一间素食的早午餐店 他一个人冲头到 包括采买 包括料理 然后全部自己一个人去打理 然后那一个素食的早午餐店 整个撑起他们这个家 甚至撑起他的那个婆家 跟他先生这边夫家 就都靠那个早餐店 而且这样子一个状况是撑了十几年 那你可以想象那个体力 光体力的负荷真的是非常惊人 但是妈妈就是这样子 一直去hold住这个家庭 我觉得这真的是 只有实际经历过的人 才能够感受到那个辛苦 爸爸开计程车 那可能是从小这个经历状况 不是那么的优渥 所以那妈妈应该 妈妈就是会也有一些 接触一些传统的信仰 然后为了要替家里增加收入 只是说在这个会有一些拜拜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以至于家里会有一些 不是那么的平静 他有一次问爸爸说 爸爸我跟钱谁比较重要 然后爸爸就直接回答说 当然是钱比较重要 然后明慧虽然是笑着这样在跟我讲 可是我觉得她 她的心里就是一个受伤的一个状态 对 在我看我觉得还蛮心疼她的 虽然不是很喜欢念书成绩也不好 但彭明辉还是考了联考之后 后来是在高中阶段认识她的太太 今天也来到我们现场 欢迎萧萧 萧萧 你好 你好 萧萧萧 你好 大家好 所以你们后来结婚之后 很快的你是不是就去了大陆工作了 对 为什么会有一个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机会在中国吗 还是你自己怎么会想要去到那边工作 离家这么远 是啊 当时是2002年 是我的老二出生 因为他生出来 他是一个残缺的小孩 对 其实去大陆的理由 就是我想多赚一点钱 给小孩子医治他的手 对 我刚刚有看到一张照片 出生的时候就是左手是不是 没有手掌 但有几个小肉牙的感觉 那时候怀孕的时候 也是有做产检查过吗 但完全检查不出来 是生出来那一刹那 才看到他没有左手 是你出生就看到 还是爸爸先看到 是我先看到 你先看到 他那时候 婆妇产完的时候 医生叫我到他的办公室 结果医生就跟我讲 你的孩子生出来是 左手掌是残缺的 是没有的 这样讲的时候 你的第一反应是 或你的情绪 外表看起来是很镇定 但是内心好像被雷打到了 心中是很震撼 那时候就不知道怎么样反应 那先生来跟你讲 你其实人也才刚生产完 又剖腹嘛 对 你突然听到这 我觉得一时之间 就是也是很难反应过了 就泪崩 对 哭得很厉害 因为第一 他也是在那边生产 所以说一切都很顺利 但是他也是对我很亏欠 对 但是我觉得小朋友已经出来了 所以 就是要好好的抚养他 所以心里头的冲击 真的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才慢慢调整回来 然后晚上我们就 跟妈妈说这个事情 然后我的妈妈就 带我们到其他的宫庙去问 去问其他地方的寄筒 妈妈自己有去问这件事情吗 因为他自己能够帮人家办事的吗 是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啊 所以只好找更厉害更大的宫庙的鸡筒下去问 更厉害的神下去问 结果问出来的反应 他就会说 因为你这个儿子生下来就是要帮你挡灾的啦 然后帮你挡 因为你之前有出过车祸啊 然后如果他们有帮你挡灾的话 你就要死掉啦 就会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因果的关系啊 它是你前世的关系啊 那你那时候听到这些你的反应是 其实是外表不相信 可是内心已经默默接受这种 这种标准答案 这就是你前世造成的 回头看到孩子跟孩子没有关系啊 你就会觉得对这孩子就更心疼 照顾上面会不会比较辛苦一点 还是长大的过程 因为他自己也蛮乐观的 所以说他在学校也因为他的手这样子 他跟同学之间更融洽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用其他的方式 让小朋友认为他是正常的 对 所以就是为了孩子的时候 你选择去大屋工作是想说比较好的收入吗 对 就想多赚一点钱嘛 是 当时有去比较大的医院 去给医生检查 他说这个可以做外科手术 可能把他的小的脚的食指 把他接到他的手掌上来 可能但是花的钱是很多的 是 所以当时就毅然决然的就是欢分工作 然后就选择中国大陆工作 你自己一个人去 我自己先去 那去了之后 状况觉得我很稳定吗 很快的工作状况稳定 在当时的生活工作上 我就开始忘了我去的初衷 来这个地方不是叫赚钱吗 然后要买更大的房子 更好的车 就开始变成我当时在中国大陆的人生目标 然后就慢慢的忘记 其实我来中国大陆的目的 其实是要给我的小孩 还有家里一个更好的生活 就反倒都是比较物质上面的 欲望会越来越高这样子 那太太跟孩子就一直都在台湾 你们一直都是过这样子 分隔两地的生活 工作比较稳定了 收入也比较稳定了 就把小孩跟妻子都接过来 这边一起生活 那一起生活之后 彼此的互动状况有比较好一点吗 没那么生疏 我太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太太 她在我的生活起居上 照顾我非常非常的多 但是因为我工作上的压力 在有时候在公司 在工厂不可以随便对人家发脾气 所以就回来发脾气吧 全部都杀在她的身上 对 因为我的工作有时候要在外面要应酬 比较晚回家 然后太太就会念 我就说我出去就是 我应酬也是为了这个家 然后我们就会起了比较大的争执 就开始吵 甚至吵到有一次我太太 她拿了行李箱说她要离开 结果她在装行李的过程当中 我竟然帮她装她的行李 装好之后 她还没有整理好 我就把她丢在门口 碰 门一关 你那时候自己心头也应该 压力很大 又是在 不是在自己家里头 不是在台湾吗 但我看到孩子 我还是会为了孩子忍下去 是 有没有时候会觉得说 先生好像每天下班回来 你都会开始有点紧张的感觉 我会跟孩子说 你今天要看爸爸的心情 如果爸爸的心情好 你们就可以自由 如果爸爸今天心情不好 你们就乖一点 对 所以孩子也会感受到那个压力 那个时候爸爸跟孩子之间 互动状况大概怎么样 小孩子都跟我 有什么事情就是跟我商量 我在跟先生说 小孩子基本都不跟先生商量 我记得有一次 儿子他在学校跟人家 很小的时候借钱 老师就写了这件事情 然后小孩子怕 他就把立可白涂掉 结果我太太是个很细心的人 他就拿起来对着天空看 这不对 然后把立可白挂掉 然后你在学校跟人家借钱 没有还 那一次我很生气 我把我叫他跪着 我就拿厨房的菜刀 菜刀啊 对 我说你手伸出来 我说你要不要说谎 你说谎我就把你手给剁了 其实我是吓他的 小孩子当然是害怕 是 但是自从那一次之后 我发觉跟大儿子的互动 变得更少 变得更差 你自己在那个当下 你有意味到包含自己的太太 自己的孩子 对你其实是非常恐惧的 没有 你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发完脾气之后会不会后悔 我会觉得说这个家庭的收入都是我在扛的 然后你们应该表现得很好啊 让我很舒服啊 然后你们表现成这样 我觉得这个脾气的发出来 我觉得当时的我是非常的自我 那你在职场跟大家互动 也会有时候脾气会控制不住的时候吗 会 去是管资讯部跟行政部 是 那有一次司机在工作上开车把人家给撞了 然后在开主管会议上 总经理就对我有所指责 当时的我就直接跳到桌子上 我就骂他 跳到桌子上骂总经理啊 对 可想而知 我后来就 他们就找方法抓小辫子 就把我给处理掉了 这真的是会影响到工作 会 就是忍不住别人对我的指责 我觉得发生很多问题 都是你们的问题 跟我都没有问题 都是你们的问题造成我的问题 当时的我都是这种想法 彭明辉和萧萍带着孩子在中国工作生活 夫妻各自要面对不同的问题 经济 孩子的教导 都让他们无时无刻要面对着压力 在大陆一个那么竞争的市场 然后他能面对那么多的压力 而且他也做到主管级别 其实那个压力面临得更大 因为觉得大陆人其实不是那么好搞定 对 他就是可能为了生子 或者是为了一些利益 对 他可能会对主管不好 会对主管好 这些对他来讲其实都是压力 然后他可能还要面临的家庭 可能我们那时候因为读书嘛 可能大陆有一些一些不适应这样 那他可能还要面临我们 还要面临他的工作 其实他那时候压力很大 所以我觉得他也蛮厉害 在工作这方面 我觉得蛮成功的 对 而且换来换去工作还可以那么适应 而且都可以做到一定的水平 对 我觉得这点还蛮佩服他 爸爸之前常常出去外面应酬 然后也都很晚回家 然后他可能 爸爸不回家他也没办法睡觉 然后可能凌晨两三点 然后早上五六点又要送我跟哥哥去上学 然后每天都这样 就很辛苦 然后晚上回家还要做饭给我们吃 然后辅导功课什么什么的 那时候是没什么感觉 可是你现在去想会觉得说 哇 妈妈那时候真的是很辛苦 那后来工作上面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机会 刚时当好我的哥哥就说 让我们一起到厦门创业 开了一家公司 开一家电子商务公司 然后我们就举家从上海搬到厦门去 一年的当中 这家公司烧钱烧得很快 跟哥哥的争吵 也因为理念的不同 在公司也是争吵 争吵得非常厉害 那公司要面临要收的状况 又面临投资款没有了 要面临我户头没有钱了 要面临我又要失业的这种状况 其实双重各种的压力下来 其实我心里是很压抑很压抑的 然后就对着窗外 看着天空 我就在那儿呐喊说 有没有老天爷啊 可以帮帮我啊 解决这个困境 然后这家公司 因为还有一些股东 大股东在 然后大股东就派 从台湾派过来 要来结算这家公司 然后就有一个姐妹过来 当时我们不知道她是基督徒 她就用通讯软件把我加上 她的通讯软件下面的那个签名 就是人的镜头是神的启头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是谁告诉你的啊 你就主动问她 我就主动问她 她就跟我讲 人的镜头是神的启头 然后一直用圣经的话语 开始慢慢的安慰我 后来我就跟她说 那我这样子 我决定要换一个信仰 我要换一个 你相信的这个神 所以就在大陆 就在找教会吗 没有没有 因为很困难吧 我在上 这个也是台湾过来的 一个姐妹 然后我就跟她约时间 你什么时候回到台湾 我要跟你回台湾的教会 去受洗 可是在那之前 你没有真的经过教会啊 没有经过教会 当时我觉得神的拣选 是蛮好的 当时我真的是走到尽头了 已经没有路了 山穷水尽了 人家对我传福音 我就觉得 我好像抓到一个服务 抓到一个希望 那第一次去 你们都是第一次去嘛 对不对 这辈子从来没经过教会 从来没有 感觉是怎么样 进到教会 我说我们要受洗 那教会就开始 确认我们的信仰 对啊 因为就是从来都 没出席过的人 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讲解 然后我就跟我太太讲 我们明天要受洗 我们在受洗的前一天 还打吵一架 我太太就说我说 你怎么做事情 都这么这么这么的鲁莽 然后我当天晚上 其实很想发脾气的 我就想不行 我一定要让我太太 信耶稣之后 我才能发脾气 我那天就压抑住 我的脾气之后 第二天早上我是求了她 说你要不要去啊 所以你对于先生 莫名其妙就说要受洗 这件事情 你的想法当时是 其实我小时候就受洗过 真的 但我不清楚 那时候 因为我妈妈是原住民 所以她都会带我去教会 然后我也受洗过 但是完全不懂 因为先生说要去受洗 我想说 你至少要告诉我们原因 或是说跟小朋友解释 不是说机票买了就回来 然后明天就要受洗 所以小朋友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要回台湾 然后为什么要去教会 为什么要受洗 洗什么 什么是受洗 对 她们完全不清楚 但是因为她比较霸道 所以我们还是乖乖的 听她的话 对 洗完 隔天就回厦门 真的专程回来洗的 对 那你自己会觉得 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对 其实我不反对 可是我是觉得她做事会比较 就是不会跟我们商量 她说医我们就不能说了 那时候当时是这种心情 会觉得说 你什么都要赢 什么都要听你的 我们完全不能有意见 就是为了这个吵架 并不是因为这个信仰的问题 是 是 是 对 这么多集的真情里头 我觉得我是第一次 我这样子就 稀里糊涂的就冲回来 就洗了这样 对 你自己有什么 怎么会这么强烈的想要受洗啊 我觉得信了耶稣之后 换个信仰可能有帮助 所以就这样稀里糊涂受洗完之后 你真的觉得有什么帮助吗 在一段期间之后 我就发觉 我鬼压床的状况没有了 没有了 我到现在一次都没有 所以在灵界搅扰这个就断了 就断了 那在现实生活上 你在工作上面呢 因为已经到了尽头了嘛 当时要受洗的时候 是 是 后来就鼓起勇气 就回到上海重新出发 大概有八个月的时间 是失业的 然后我这个人又很爱面子 在家又很霸道 我不敢在太太的面前祷告 我觉得很丢人耶 在太太面前祷告 真的很丢人耶 怎么可以在太太面前 跟上帝求什么 所以我当时养成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要去跑步 那我们住在郊区有个桥 然后我每次跑到那个桥啊 那里人很比较少 看看人很少 我就对着耶稣说 耶稣啊 求你赐给我工作 主啊 求你赐给我工作 以后你叫我做什么 我都做 阿们 那很快两个礼拜之后 工作就有一个工作机会来 真的 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你只要愿意开头求他 他真的愿意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 在工作的当中 然后再寻求下次创业的机会 在2016年左右 我跟我太太 跟还有一个朋友 我们就创了一家麻辣锅店 我们就开始做麻辣锅 我们开始做 生意就很好 生意很火爆 我觉得上帝真的很赐福给我 这种状况大概持续了一年多 但在工作上感觉起来 就是稳定下来了 收入是很稳定的 对 那从先受洗之后 中间还是有一段时间是找不到工作 我想他压力很大 回到家里头 还是像以前那样子的情绪吗 他稍微脾气会温和一点 而且他发脾气之前 会稍微停顿一下 他觉得该不该发 那就像他讲的 他祷告不敢让我知道 其实我祷告也不让他知道 也不敢 对 我们就各自祷告 然后不在的时候我自己祷告 那你的祷告主要是在那个时候 就是求上帝可以给他一个稳定的工作 因为他没有工作 情绪上其实也是 大家都压力很大 对对对 但是在这一块 我觉得婆婆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我们信主 但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 他还是有帮助我们 在金钱上还是有帮助 是 我也后来主要是开了火锅店 整个状况稳定下来 但怎么就又结束了这个店 回台湾的这个动力是 参加一个姐妹她的 她先生的一个告别式 我去参加的时候 我觉得很震撼 我觉得人的一生好短 因为简介她不到 不到几分钟就结束了 我就开始在思考 我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 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面 说你应该要回家了 信了耶稣不是让我自己的 就是赚很多的钱 而是要修夫跟亲人的关系 是 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 我说上帝啊 如果你要让我回台湾 那这样子我把 我在上海的资产 房子跟店 这个公司的火锅店都卖掉 如果你让他卖的好价钱 就是代表你同意 结果我房子一挂出去 五天的时间就卖掉了 哇 好快啊 很快 我想哇 神的心意就是要我回来 然后公司也是在两个月当中 都是合适的价钱 就把它卖了 是 透过这个商礼的服饰 让我去看 亲眼去看 人世间什么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手上拥有的金钱 名利 车子 房子 不是 而是要在乎你身边的人 是 你还有恢复 恢复你以前所 无法修复的这些关系 是 虽然彭明辉对孩子严厉 但是在面对缺了左手掌的二子 彭伟哲 人就会不时表达他的鼓励 常常会找那种外国的影片 就是做益智啊 或者是国外人 国外的小朋友 可能有比我更可怜的 怎么样 他就会拿这些例子来跟我说 其实你这样真的是算 还算轻微 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自己 哪里不好 哪里不好 然后他就会 算说他的讲话态度 就是比较硬一点 就是可能说只是随口一两句 可是你知道他还是很关心我 就说你这样 你很棒 对 你没有什么比不上别人 彭明辉在信仰的教导 和丧礼事工的领悟 让他对生命有很深的感受 而这一份体会 也改变他与家人的关系 每次萧萍在分享过去的状况的时候 大概讲没两分钟就掉泪 因为就想到说以前 跟明辉的一些争执 可是后来慢慢的一年半 他们稳定在教会聚会 然后也开始在教会服事 你就看到他们两个关系 透过神的医治之后 越来越轻松 我们有时候会在小组就有一些互动的过程 然后还有拍影片 然后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很可爱 然后明辉就会赞美萧萍说 我老婆真的是太美了 虽然不用特别打扮也很美 但是都会特别为了打扮 在家里先擦完地盘之后 又换上很漂亮的衣服陪我出来聚会 他就这样很公开的去赞美萧萍 然后萧萍 萧萍也会很开心的去享受这一切 他就一直跟我们分享说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 开始会学着慢慢跟我们沟通 不会像在以前的人 他是听都不听 我不爽就是不爽 我要对你发脾气就发脾气这样 虽然他有时候 因为人的脾气有时候其实很难控制 但是他现在真的会学着控制 就是会好好先去讲 他讲完就好 他不会像以前这样 然后人际关系 或者是对我们 或者是对自己老婆 对我妈 就是都会很好 包括对阿公阿嬷 就差很多 以前态度也很差 那时候回台北就是吵架 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吵架 然后台北的亲戚那些都很怕我爸 差很多 真的差很多 回到台湾还是有工作上面的考量吗 那时候我刚回来有工作吗 刚回来没有工作 有想法吗 回来嘛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是找教会 神也引导到我们到现在的福气教会里面去 是 然后也参加教会的所有的装备 训练 课程 我们完全是 这一次是真正的从零开始学习 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有些什么不一样的领受吗 我觉得神真的很特别 教会就问你说 你要不要做一点服饰啊 服饰神的工作啊 然后我心里面就想 可以啊 因为那时候 我们要从大陆回台湾 神帮助我们这么多 服饰神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然后刚好那时就有一个服饰 说是要做丧礼的服饰 我就说可以 这服饰很特别 这服饰非常的特别 服饰的童工 带我去参观殡仪馆的停尸间 然后说告诉我说 等一下啊这个姐妹啊 会从哪里移出来 是在第几号 然后我们去看 怎么样把它移出来 找了七八间都找错 对 我觉得那个对 我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我当时是想 如果是我以前的宗教信仰 我觉得我完了 我一定被我刷掉 刷掉 我回家一定睡不好 对 又一定要压了 对 可是每看完一间 我发觉我当时 我的反应完全是不一样 透过这个商礼的服饰 让我去看 亲眼去看 人世间什么是最重要的 不是你手上拥有的金钱 名利 车子房子 不是 而是要在乎你身边的人 是 你还有恢复 恢复你以前所 无法修复的这些关系 是 你有这样体验之后 你回到家里面对太太 面对孩子 我觉得会更有爱 以前我会 会去批评她 现在我有种 现在我会祷告 跟上帝祷告 主啊 谢谢你赐给我这么好 这么贤惠 这么贤德的妇人 真的是天上掉下来 都没有这么好的 我现在是可以开始 做这种祷告 是 我是感谢上帝 赐我这么好的妻子 这么棒的小孩 是 所以大太她有 你有听过她跟你讲过这段 都赞美我 那跟以前现在差太多了 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心里头 听起来的感受是 就 感觉非常的温暖 我觉得我没有加错人 而且她觉得这神圣太神奇了 因为以前的她 在你来说 你也觉得压力很大 对 像以前如果 可能我今天的装扮很奇怪 她就把我骂的 就是说 你是 欧巴桑啊 她以前都 因为我有一半学同事原住民 她就叫我 环娜 对 然后我就会很气啊 对啊 但现在她都会说 不错哦 越来越正哦 反正她每天都给我正面的 称赞 我就觉得好开心 我们每天生活 我觉得我们信主之后 我们的感情比之前恋爱的时候 更像再恋爱的感觉 所以孩子有没有跟妈妈说过 觉得爸爸的改变 他们很有感受 有 因为孩子喜欢骑车 我们就是会一起骑 重机 一起去还台东 然后可能两日游这样子 以前的他们是 不愿意跟爸爸出去的 但现在他们都会规划说 我们至少一年要出去一次 对 他也觉得爸爸改变很多 所以妈妈在旁边有看到 孩子跟爸爸之间互动的差别 是 说到孩子 那老二后来 原来去大陆工作 就是为了孩子的手 对 对不对 那后来孩子整个成长过程 就 他就也习惯 他自己这样的状态了 对 有曾经跟孩子聊过就是 他自己怎么看待他自己的手 他是有问过我说 为什么别人都有手掌 我没有 那我是跟他讲说 上帝塑造你就是 会在你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然后我说因为你太棒了 必须要有一个地方 要有点小残缺 所以说 上帝爸爸就给你 扫了一只手掌 对 对那真的是有了信仰之后 会有不一样的看见 要不然做妈妈的 可能别人的一个眼光 或是你的小孩的手 你就想把它藏起来之类的感觉 其实也 心里头也很纠结 我也问过上帝这种 这个问题 结果神就透过约翰福音 第九章来回答我 耶稣的门徒问耶稣 是谁的错呢 耶稣这个人生来瞎眼 是他犯了罪 还是他的父母呢 结果耶稣的回答 非常安慰我 耶稣说 要在这个人的身上 显出神的座位来 显出神的荣耀来 我心里面的石头跟 想法三两个全部都掉了 所以我现在很感谢我这个儿子 平心而论 若他的手是好的 我会待在台湾 我不会信主 神也是透过他的手 让我们全家 进入耶稣基督的 这个爱的国度里面 所以我现在也很感谢 我这个儿子 我觉得是上帝 真的是带这个小天使 来我们家 那回头有跟妈妈也分享 这个信仰吗 因为毕竟妈妈都是在 公庙里头这么多年嘛 然后又帮人家办事的 是 有一次妈妈生病 我特别把她接到高雄来 这边一起来住 来修养 是 我还把她带到夫妻交会 参加主日的聚会 结果上帝的光 就照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在 我们小祖长 在为她祷告的时候 她就流泪 心里面感受到那种 上帝的温暖 然后现在我跟母亲的关系 也修复得很好了 妈妈现在觉得 我这个儿子信耶稣很棒 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一个很大的安慰 所以这一路走来 你真的就在旁边看 然后以前承受 这个枕边人极大的压力 到现在 我觉得你信头感触一定很多 包含看到 这个先生跟婆婆之间的互动 婆婆以前都是 借着我来传话给儿子 那现在他们可以自己互动 对 然后婆婆又跟我提说 我觉得我这个儿子 怎么突然变得那么温柔 所以我觉得你这么棒的 一个生命见证 妈妈看到 其实就是一个福音的管道 给妈妈了 最后有没有一些鼓励的话 要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 太太先好了 我觉得认识耶稣 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喜乐跟平安 所以大家真的要来相信 真的有个上帝爸爸会保护我们 因为呢 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 也许你的人生当中 会碰到很多 你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你寻求了很多的方法 却没有得到答案 何不相信这位真神上帝 耶稣基督 他会赐给你 他会引导你 最好的道路 最好的 真平安给你 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 突然之间就是 一百八十多转变 在一夜之间那种感觉 对 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果把前后的 彭明辉拉出来对比的话 就知道什么是 你知道重生的神明 然后什么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尤其那个心意更新 刚才你在讲 就神很奇妙的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开始 就把你心里头 那个满满的怒气 拿走了之后 不发脾气了耶 就看到福音的果效 是怎么样的在你身上 是 非常谢谢 今天两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 当我们听到彭弟兄 他们夫妻的见证 有一个关键字 我觉得深深地抓住了我 我相信对许多人 也会带来极大的一个改变 他说什么呢 他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 你知道彭弟兄 用他各式各样的方法 想办法要突破 他是一个努力的人 但是你会听到他讲说 他在诉说他的人生的时候 他从遇到鬼压床这件事情 鬼压着他 就是长期 他用尽各式各样的方法 也都没办法解决 他的家庭人际关系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财务的压力 他甚至想借着灵界 想办法借着这些神明 是不是能带来一些的改变 他用尽了他自己的方式 他一切所知的 但是就是没办法改变 朋友们你知道吗 许多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方式 我们什么都用了 就是不愿意单单地来到 这位神的面前 他的名字呢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当他的朋友告诉他 就是说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 你用你的方法都不行了 是不是就来到这位救主 耶稣基督的面前 结果当他来到这位神的 面前的时候 神就这个样子 进入他的生命 人生开始有改变 但是他又告诉我们说呢 因为他的自卑 我们人很多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自卑 但是我们为了要掩饰 这个自卑呢 我们变成极度的一个骄傲 好让人们看不见 我们是自卑的 他骄傲到一个地步呢 他没有办法开口 向这位救主耶稣说 请你帮助我 我的工作这个情况 你一定要来介入 直到他愿意谦卑下来 把这个骄傲挪去的时候 他放生地向这位主 来祷告的时候 神也介入在他的生命里 亲爱的朋友们 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的神呢 他是垂听祷告的神 他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 他乐意帮助我们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 你在今天的见证 你会听到 神不是只是要帮助我们 神还要改变我们 我不晓得你的情况 现在是卡在哪里 但是呢 是不是你也愿意 抬起头来 邀请这位耶稣基督 你可能觉得是说 不大愿意开口 你知道吗 是不是你也跟我们的弟兄一样 试试看 愿意把自己放下 你如果已经是走到一个地步了 我认为现在是你一个机会 向他开口 邀请这位救主 进到你生命里 不只他会赐福给你 他会改变你 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父神 孩子特别为现在 在收看这个节目的朋友们 来祷告 我相信他们看到这个见证 不是偶然的一件事情 非常有可能 人生也是来到尽头 但是阿爸父啊 你帮助我们 不要人生来到尽头 才转向你 主让所有听见你的见证的 既然你是我们的道路 既然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是我们的出路 是不是让我们今天 听到这样的一个见证 就及早转过来 来到你的面前 寻求你的介入跟帮助 主啊 你也知道我们这个人 不只需要帮助 也需要被改变 愿你借着你的儿子 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 进到所有向你敞开心的 朋友们的生命里 主啊 不只赐福给我们 也改变我们 让我们过一个 不一样的人生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亲爱的朋友们 愿上帝大大的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